你 行了 行了 你用全力 来跟我过两招 请师兄自教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输吗 师兄剑法高明 我 我望尘莫及 你一个练七六品 跨我一个断铁二品 你知不知道 你的玄铁剑法 为什么会输啊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窝囊废 看什么 你再怎么看我 你也是一身 猪烂的窝囊废了 我都不知道零剑派 是不是瞎了眼 选你做内门弟子 我要是你啊 我就不丢人现眼 赶紧收拾包袱走人了 我 你 你什么 对对对 我差点忘了 你是苍蓝国师之子 我要是你爹 我要头疼十几年 剩你这一头猪 剩你这一头猪 对不起 你爹可能跟你一样 是一头猪 大猪 小猪 粉猪 花猪 够了 许你再侮辱我的父亲 是 不是 出国的力量果然被激发出来了 这种威力 莫非王陆师兄 你刚才是故意 可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都怀疑你们漂泉风的人是不是猪 为什么两年都没有人发现 战士是需要怒气值的呢 王陆师兄 刚才那一剑 就是玄体剑的真正威力了 废话 零剑派一剑闻名 你的玄体剑法那么厉害 你以为像你以前用怎么猜啊 王陆师兄 可是可是我怎么感觉死不出来了呀 因为怒气值没了 所以说修法跟修心一样重要 所谓修心就是你能随意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力量 王陆师兄还真是不问多时 什么都知道 好了 来吧 咱们再慢一轮 等等 了解了师兄你的良苦用心之后 我觉得 我就觉得 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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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这胖子爆发力惊人哪 使出了至少二十次完美的玄铁肩膀 我周身的骨头都几乎被他给震碎了 但是 体内诸果的药力 也彻底地挥发出来 不仅抗击打能力不断增强 而且感觉到身体时时刻刻都在自我修复 这就是第八处无相坚固的清洁吗 我